原标题 上位的谄媚奸臣 这些人只知凤颖皇帝 一旦受宠后 丑陋嘴脸尽险 干预朝政 或国央民 做下了许多的恶事 令人不迟 北七时期 就有这么一个大奸臣和氏开 公元524年 和氏开出生于河北林璋一个官宦之家 父亲和安靠着茶言观色 混到了一周四十的高位 在他的影响下 从小就反映基米的和氏开 清出于兰 长大之后找准时机 投靠了东魅全城高桓的第九子高展 历史上很多的奸臣想要受宠 都得掌握一项技能 高球就是靠着兔鞠而发家 和氏开也有一项技能 擅长一个叫做沃朔的游戏 而高展对这个游戏非常痴迷 由此和氏开受到了重用 五百五十年 高阳建立北溪帝国 高展被授封为长广王 他从小以表不凡 是高凡正西楼招军的儿子 所以得到了父母更多的藤蔓和优待 随着不断的升迁 后来权势越来越大 官至太北后与长山王高 也成为朝中两大有权势的王眼 高阳死后 继位的儿子高阎 想除掉两位叔叔 却反被两人联手改教皇位 由高阎夺位称帝 高阎辛辛苦苦奋斗许多年 结果只在皇帝宝座上 待了不到两年就离奇身死 高展顺利登基 成为后来的北极武城帝 而在高阐成长为帝王的过程中 和世开一直是他非常信任的人 和世开为人奸华 情势轻浮 早在高阳在位时 就觉得他是个祸害 曾经将其流放 不过高阐实在舍不得 这个名牙利齿的亲信 再三要求之下 高阳同意把和世开哨回来 有了这么一段经历 高阐成为皇帝后不久 和世开就被提拔为 给是皇门侍郎 偿管照命 是高阐身边最信爱的人 成了朝中百官争相法 结的大红人 气焰嚣张 高阐为人荒淫 他还有一个更加放荡的皇后 此女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胡皇后 胡皇后生的娇媚动人 嫁给高阐后 两人恩爱了一段时间 只是高阐也继承了父亲和几位哥哥好色的毛病 登基后不久就将高阳的皇后李祖阿据为己有 由此冷落了胡皇后 这个深归怨妇寂寞之下 看中了唇红齿白的何时开 一来二去 两人就勾搭上了 时日已久 他们的事情被高阐得止 妻子和亲信给自己扣了一顶大帽子 高阐却不以为耻 反而有意纵容两人 即使他们在高阐眼皮子底下调情 他也只顾着喝酒 全然不在意 北极帝国代代君主皆癫狂的传统 到了高阐这儿 还真是一点莫丢 高阐做了四年皇帝后 在何时开的怂恿下 为了安心享乐 干脆让位给了儿子高伟 过上了太上皇的生活 结果不到三年 就因纵欲过渡而亡 高阐死后 何时开与胡太后更加的似 无忌惮 朝中群臣一片骂声 却敢怒不敢言 皇帝高伟年幼 于是何时开仗着与太后的关系 开始干预朝政 犯下了种种恶行 终于自食了恶果 公元571年 狼牙王高也联合 早就与何时开不合的胡太后妹夫冯子聪 给了何时开致命一击 两人欲先在早朝必经的神兽门埋伏下士兵 等到何时开向朝时 成其不备将他擒祸 随后何时开被诛杀 这个祸国殃民 会论后宫的大奸臣 终于多行不易以惨死收场 何时开被诛杀后 北齐国度夜城的百姓 像过节一样开心 全城欢腾 拍手成快 做人能到这一地步 死了怎么不大快人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